哎呀 哥哥对不起了 哎呀 真的去年啊 我最火的两个梗 一个是刘海 一个就是陆寒 今年刘海没了 陆寒来了 所以我今天我就想问问 吴与陆寒俗美 真的啊 就是春如寒 快乐不止五分钟啊 现在很多人都好奇 说至少你每天都这么开心 能搞好喜剧吗 不都说喜剧的那盒是悲剧吗 我说我也没搞过喜剧的那盒呀 我都天天就整喜剧的外壳了 无盒喜剧 真的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纯粹的快乐 这种就是小时候那种快乐 因为当时和一群小孩 天天就在那里想当盖世英雄 看完《射调英雄传》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郭靖 都要打起来 最后我没办法 我说你们要都当郭靖 那我当黄荣 然后就没人想当郭靖了 都在那当黄老邪 我当时还想着练武功 我当时的理念很简单 就是先练挨打 再练打人 练了三天金钟罩铁布山 感觉练成了 出门就找人打我 大家也很激动 都想来试一试 结果一巴掌打过来 我就发现我没练成 大家也发现我没练成 就虽然我一直没喊成 但是大家都看出来 我都被打肿了 天天一群小孩 没谁还在那里划山轮捡 在那各种奇怪的组合 打架的时候 杨过非得牵着他家狗 说这是他的雕 但关键是他一手牵着狗 就没有手打架了呀 而且那个时候 武林豪杰的招式虽然很多 但是最厉害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这个 真的就是这个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摆出来这个 你就感觉有一股真气就出来了 它虽然很厉害 但是你只要这样 你把它挡住了 真的 为了体验那种硬性躯干 我前一段时间还去射箭了 但我发现一个事 就是我没办法 单独闭上我的左眼 就这边同时都懵了说 至少你整天拍马屁 但人还挺政治 没办法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然后社会馆大哥 就给我弄了一个创口贴 站在我的左眼上 就是不知道的 看我第一眼 说这个人刚刚是中箭了嘛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我怎么能受伤了 我练过金钟罩铁布山呀 而且啊 这个大哥还在那教我说 射箭讲究的就是一个闻尊狠 然后我一下子又直接射中了人家的监控 大哥不平静了 说你这个箭射的也不闻 也不准 但是真狠呀 第一次见人来店里先干掉监控的 你这适合干劫匪呀 但是射箭管的老板还是很贴心 第二次去就直接给我整了个黑色的单个眼罩 真的就我戴上那个眼罩 手里还拿着把弓箭 就你看见都害怕 说现在这个店里可是连个监控都没有呀 真的 我小时候在武侠里看见到一些长得不好看的 话还特别多 还喜欢搞笑 射箭还得戴眼罩的 我都会感觉这个人应该活不过下一集 但现在大家看到这种长得不好看 话还特别多 还喜欢搞笑的 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这就是最后一集 真的 像我这种话贼得的角色 靠嘴来杀人的好处 就是每天只需要随身携带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素液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虽然武功不是很高 但嘴皮是真粒子 就虽然我成为不了大鞋 但是我却成为了脱口路寒 所以你也说不上哪一个更快乐 谢谢大家